万寒曾被同行嘲笑 你一个中专生凭什么做天天向上节目的主持人 明明连英文都说不明白 万寒听到这话顿时沉默不语 第二天万寒分别用四川话 粤语 长德话 河南话 猪洲话 长沙话等多种方言杂肉在一起练稿子 用行动回击那些看不起自己的同行 说起王一博的从一之路 与万寒的上述遭遇有颇多相似之处 归国之后的一博加入天天向上的主持队伍 内向话少 花瓶 无数的言论扑面而来 这个18岁的少年一点喘息的时间 也正是这些负面消息 激起了一个少年不服输的本能 从爱豆到主持人再到演员 他用了五年的时间 如今的王一博是顶流的代表 是正能量的代表 是当代青年人的代表 也是集爱国精神 工匠精神于一生的代表 有人说中国的少年应该是有血性 坚韧且内心有关的 王一博在他的世界里无感无不感 有人说王一博能有今天的成绩 归功于公司的营销 粉丝的追捧 其实这些原因也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与其说是粉丝的狂热追捧 不如说粉丝是被王一博的人品所折服 他不服输的精神 极致的热爱 追求完美的任劲 他能唱 能跳 能演 能做吃 能编舞 能主持 他能连任街舞对战 也能当导师 还能穿梭于数个领域与身份当中 于是他是舞者 便有了武协认证的 中国顶尖舞者 推广大使的称号 他是演员 便一举多得了 文联颁发的观众喜爱男演员 金英奖 他是滑板运动爱好者 便有了能华协会颁发的 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的称号 如此种种 足够令他的粉丝 带他得死 很多事 他只是凭一腔热爱 去完成自己给自己定下的要求 完成了一个 还有下一个 永远都在前行 从未停下来过 在一次记者采访中 有人问他 一出道就与许多大咖一起拍戏 如今又作为胡单台 王牌综艺的固定主持人 你是否觉得自己运气很好 他很诚伟的点了点头说 是的 比起解释 他更乐于将自己所有的精力 全部归功于自己的运气 他不卖场 不叫苦 内心积极乐观 虽然身处娱乐圈顶流的位置 却依旧谦虚低调 他把自己这些年努力获得的成绩 都归咎于运气 其实哪有什么所谓的运气 不过是在那些黑暗中 摸索独行的日子里 一步步努力造就出来的 如果说有运气这个东西 那么谁都曾拥有过 能不能驾驭也是一种能力 何况若我能在你看不见的时候 埋头苦干 那么我又为何不能在你 触碰不到的高度上 自信得意呢 面对那些质疑他的人 王一博用行动与成绩 带自己发言 这就是街舞第四季 官宣时的两个微博热收 在被ZL强压和现流的情况下 依然爆了 7个小时 8.9亿加4.1亿的阅读量 156万加423.4万的讨论量 4.5万加3.8万的原创量 王一博在自己的世界守则里 努力的作为一个 真正有能力和能量的人 便愿意示范美好和完善自己 人间小清醒的王一博生枝 流量也好 人气也罢 都不会永久存在 真正能让大家记住的 永远都是人品和作品 防请那些不喜欢他的人 也不要抹杀他的努力 也恳请各位喜欢他的人 和曾经喜欢他的人 还有未来可能喜欢他的人 不要口无遮拦 尊重每一个年轻人的努力 也尊重你自己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